各位老師 男老師 各位師兄 師姐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126期的學員 我在台北上課 那我今天要分享三個 長身學調整後的真實感覺 就是反應 那是我的新生經歷 那三年前 大概2019年 下半年的時候 我突然沒有人醫的報仇 那經過醫學 然後科學 所有的檢查 抽血 都沒有查到什麼原因 都是正常 那就是不斷的爆瘦 不斷的虛弱 然後拉肚子 就天天拉 那既然醫學都查不出來 所有的原因 什麼癌症啊 什麼 假狀腺啊 糖尿病啊 高血啊 都沒有 什麼腸躁症啊 憂鬱症都沒有 那我怎麼辦呢 我所幸也不會吃藥 因為你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吃藥 那我本身也不喜歡吃藥 那上天 就派了一個天使 到我家 那 那 那個朋友他就 為我做長生學 那 很好玩的是 他也十幾年沒有使用藥生學 十幾二十年 但是那一次他幫我做完 隔天 我拉了快三個月的肚子 那他就直 就沒有再拉了 到現在我都很少拉肚子 這是第一件 蠻奇特 還有立即性 立乾淨的效果的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是 後來我去上課 那 那我也上到高級班 那 老師開學 老師親自都好開學 那隔天 就是當天我超級好睡 那這是很困難的 我不好睡 那 當然我要分享的是 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但其中還剩很多 很多 特別的經驗 但這三件事 印象很深刻的 那第二件事 是我上課的情見 上到一半 我覺得腰有點痠 那我就很正 就是很反射的動作 就這樣 輕拍我的腰部 那我是用我的手被拍的 就輕拍幾下而已 那正常的輕拍幾下 是不可能發生什麼反應的 對不對 就是正常 那我輕拍幾下放到我手邊 我的手被大面積的出血 那我才知道 我已經很脆弱 然後都是血 那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要害怕 因為正在上課 然後旁邊的人看到也嚇到 我就覺得要冷靜 我就自己調 那調完15分鐘後 他就收斂了 收斂了7到8分 我知道這很難相信 但這是我的先生經歷 那第三件印象深刻的是 我可能穿了不適當的鞋子去爬山 然後前一天有去給人家修指甲 可能感染 那我的大拇指 腳拇指 就非常的腫脹 然後裡面都是陰血 然後非常的痛 然後我就去掛急診 然後急診呢 急診那個醫生 覺得沒有別的辦法 就是只能就是硬拔掉 可是他是好好的指甲 只是裡面淤血 然後腫脹很大 然後腫得很嚴重 然後不能走路 不能走路 可是他就要我們 他說沒有別的方法 只能這樣硬扯下來 就是獲得打針就是把那個指甲 那我覺得太怕痛了 我就拒絕 就回家自己調 然後調沒幾天 這個血也是收斂的 然後過沒多久 他慢慢慢慢的就變成空心的 然後指甲就斷了 然後就展出新的指甲 那我知道這個都很難相信 因為我如果跟別人講 人家都會覺得我在誇張了 或吹牛 或編故事 那我有把這個困擾 跟梁老師講過 梁老師說 他遇到這種事可多了 但是他還是很堅持 很慈悲 很有耐性的 在推廣長生血 所以對他很諸多的感佩 然後覺得很感恩 這就是我的親身經歷 那就是也是親身體驗的 然後覺得宇宙能量實在太偉大了 那不相信的人 我都覺得很蠻可惜的 然後少了一樣可以自助助人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很慶幸 很謝謝 很感恩